Saray Cup大家好,又是Woger Wu,胡惟聰 今天是4月16日 即是4月13至15日的泰國新年潑水節 已經成為過去了 今年的潑水節都水淨何非 而且是乾爭爭 期望明年可以濕身 其實說起濕身 泰國不是說沒有人玩潑水 是有的 昨天有些網上新聞透露 有某個散府有些地方 有人真的不聽政府說 然後就去玩潑水 之後有沒有受感染就不知道 但是 這幾天 因為新冠肺炎而死亡的人數就沒有 但是因為醉酒駕駛 然後發生意外而死亡的人就有 一如以往 每年的潑水節 都是泰國死亡人數最多的時間 不是因為病死而是因為醉酒駕駛 昨天Touchwood說過 會不會是16日 人數的數字是 去到1,600 但幸好沒有 沒有 即是衰多口 但是 都不理想 都是1,500 昨天是1,500 今日都是1,500 兼且 亦是升了 今天的數字是1,582人 情況都繼續令人震驚 但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究竟 泰國政府不會宣布宵禁呢 但我告訴你 泰國政府是不會宣禁 但我告訴你 泰國政府是不會宣禁 答案是告訴你 泰國政府是不會宣禁 重要的事情要說三次 這個消息是剛剛傳來的 剛剛大概4點多鐘 在泰國的時間 有一個記者招待會 公佈了 不會宣禁 因為不想影響到大家的民生 和一些經濟 但是現在的經濟和民生 都是這樣的 為何不一刀切呢 不過他們僅有自己的想法 算了 不要緊 與此同時也公佈了一些新的管制 大家可以聽聽 接下來 由星期日開始 由這個星期日開始 為期兩星期 暫時是兩個星期 如果情況是惡劣的話 可能會延長也不出奇 而這些所謂的管制 其實都是很輕微的 首先第一 就是一些喝酒的地方 一些歡樂的場所 你知道說什麼 很歡樂的場所 以及一些譬如說 學校暫時就要關門 學校就要停貨 而那些歡樂場所 或者喝酒的地方 就停業兩個星期 希望大家不要再賣醉 而一眾的商場百貨 是可以繼續開 不過就要收到晚上九點鐘 這個消息早幾天都是這樣說的 與此同時 例如一些活動 可以讓你繼續搞 但不可以超過五十人 只有一些婚宴 一些盛大盛會 政府就呼籲大家 不要搞住了 遲些才搞 以及希望大家沒有什麼必要 就不要外出 甚至乎 各大公司有些商號 都盡量安排你們的員工 就是在家裏工作 但當然 你做一個售貨 在店鋪賣東西 不能在家裏工作 一定要出去店鋪 以及一些食股方面 基本上都是照常營業的 但收到晚上的十一點鐘 十一點鐘 就不能再賣東西 就不能再吃東西了 與此同時 在泰國來說 十八個地方 公佈為一個紅色的地帶 紅色的地帶 即是公戶為的地帶 當中包括萬谷在內 而這十八個地方 它就不消禁 但是 會是怎樣呢 所有的超市 和便利店 即是七十一的那些 只可以賣東西 賣到晚上十一點鐘 接著就關門 到明早的四點鐘 才再開 這樣的情況 就等於去年 宵禁一樣 連宵禁的政策都是這樣 便利店的那些 就十一點鐘 關門 第二早四點鐘 再開 但當時來說 大家晚上 就不可以出街 有部份人 不聽說 晚上出街 就被人抓了 但此時此刻 今次 就說 大家晚上出街 是沒有問題 但最好就不要出 但如果你真的有 需要的東西 要出去的話 就戴口罩 勤洗手 但大家 若晚上出街 限到累 要吃東西 又或者 要去超市 或者去便利店 買一瓶水 都不能買 因為是關門 十一點鐘 所以大家都要考慮 究竟適不適合 好不好 晚上出街 至於說 大家很關心的 像以前一樣 去年 宵禁之餘 亦都有很多地方關門 譬如說 你想 剪一下頭髮 吹一下頭 或者帶貓貓狗狗 去做美容 或者是 例如說 你要去做按摩 去年 宵禁期間 以及 更加狀態令之下 那些地方全部不開 很記得去年 就是說 你出街 真的沒有地方給你吃東西 喝杯咖啡都不行 你走到累 想按摩更加不可以 有些人 喜歡去公園跑步 但公園就關了 他們心癮氣 只能圍著公園在外面跑 這些議程過去 暫時都不會發生 但政府方面強調 暫時情況是這樣的 因為每天都1500 若然 我們這樣做了兩個星期 都繼續是1600、1700、1800、2000的話 可能會收緊 收緊的話 有機會就可能宵禁 或者是歷史重演 像去年一樣 都不出奇 但究竟情況是怎樣 祈求上天保佑 祈求大家生勝 希望1500變1200 然後就當到800、600、500 越來越少 希望是這樣 但實際情況是怎樣 真的不知道 等於有些朋友問我 之前說了 7月1號只要你打了這個疫苗 就可以來 不用隔離 現在還是不是 7月的事 7日後的事 我都不知道 7月的事我怎會知道 這些就是要看實際情況而定 是不是 所以 大家都是慢慢地留意有關的新聞 唯有是這樣 此外 我知道 現時 如果你住在香港 你要來泰國的話 你去泰國駐港領事館 做一些手續 比以前容易很多 不過所謂容易很多 都不是說 買一張機票就馬上走過來 並非如此 都有很多的繁民慾節 不過比以前好很多 還有門檻就低了 但是 是不是需要來呢 除非有一個很深愛的愛慮 很掛著它 不見不可以 否則 你來到 你又要隔離 10天了 現在要說10天 如果要打了這個疫苗 就要10天了 然後 你來這裡 見這樣的情況 你玩得都不開心 又或者你穿州各省行不行呢 剛才說到 穿州各省暫時都可以 不過你要留意 那些穿州各省的省府 需不需要你去到 又要驗一驗 又或者隔離 你要自己留意 還有還有一件事 就是說 剛才說到是沒有消禁 但是每個省府的首帳 有權決定 他們的省府是否消禁 不然聽完我說 胡先生 你說不消禁 我跟著去了哪裏哪裏 他消禁 不讓出去怎麼辦 你不說 我現在就說 我就告訴你 就是說 每一個省府的首長 他們可以自己決定 那些省府消不消禁 舉例 某個省府以後 突然之間狂升 不行了 那個省長決定 所有事情消禁 所有事情都停下來 這樣都不奇怪 所以變了 若然 如果你真的有一個 外女在彈震 或者一些外省省府 你又要急於去會晤 去見他 但是 但是來到的時候 你作為一個外國人 你穿州過省 那會不會去到 被別人揪住呢 又或者 如果不是也好 你去到 會不會 原來是 即是消禁的 你去到 根本 哪裏都去不了 甚麼都做不了 又會不會是這樣的 這個真的很難說 所以 都是那一句 如果沒甚麼必要 暫時 都不要過來泰國 寧願 留得清山在 哪怕沒有柴燒 他早 情況好轉的時候 才來玩過狗 是不是 所以暫時來說 在香港也好 在泰國也好 儘量 令自己身體健康 有多點的精力 有多點的健康 多點的錢 那下次才來玩 好不好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了 看看明天有甚麼新發展 再跟大家分享 本來 之前說我隔天會出片 但因為 那三天是潑雪茨 泰國新年 我想更新新的情況 給大家知道 連續出了三天的片 而今天有一個重要的事情公佈 我也會出片 明天 如果情況沒甚麼特別的話 可能休息一天就不出片 但如果有甚麼大問題發生 有甚麼新政策 就會出片 如果出地不出 你留意看看就知道